大家好 先插播硬广 我们在5月19号到5月24号 准备组织大家到东北的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沈阳和锦州进行游学 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地方呢 就是熟悉我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对于中国历史 我最喜欢的是政治制度 军事战争 民族关系 对外关系这些方面的内容 所以有少数民族政权活动痕迹的地方 我就特别喜欢去 这个沈阳不用说了 这个清朝入关之前的首都 所以故宫 太祖的福岭 太宗的昭陵 然后清末的东三省总督府 加上张作霖的大帅府 一部清史带民国史就都串起来了 然后你像辽宁省博 那更是海内文明 藏品之多让人眼花辽络 锦州就更不用说了 甭管是辽 金 清 甚至明朝 都在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镇一屋履山 五大镇山当中唯一位于关外的镇山 比如说像易县凤国寺 这个是现存八大辽构当中 这个很致命的一座 只有八座辽带建筑保存到今天 这个易县凤国寺是其中一座 还有呢 比如说像瑞英寺 东北最大的藏传佛教的寺庙 所以这些东西都特别值得一看 非常期待呢 能够在东北与大家同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 言归正传吧 最近乌克兰战场上俄国军队死伤惨重 也因此呢 就造就了一大批战争寡妇 您要说起来啊 这个寡妇失去亲人 按理说呢 应该对战争是深不痛绝 但是俄国的寡妇们呢 却公开呼吁继续扩大这个征兵 就是扩大战争规模啊 继续征兵 他说自个儿的老公呢 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死的 那些没死的男人也必须站起来呢 保卫国家 感情呢 就这帮人呢 死老公也得拉着别人老公一起死 那就变成疯婆子 其实呢 俄国战争寡妇这样的行为呢 在历史上呢 也能找到先例 二战的时候 日本军国主义洗脑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女人们呢 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她们有自己的组织 到最后呢 也为战争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那么二战中日本娘们能疯狂到什么程度 今天呢 咱就来聊一聊 日本自打明治维新之后 几次对外战争呢 都是赢赢赢 比如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 这个西伯利亚都赢了 这不但让这个男人们很精神 也让娘们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 1900年 日本军队参加八国联军 来自九州的女性澳村五百子 看到日本士兵呢 在战场上缺乏救护 阵亡士兵家属在国内缺乏照顾 就萌生了念头 组建一个女性组织 附着这方面的事宜 澳村积极游说 成效斐然 请来了日本皇室咸院宫亲王王妃来站台 因此呢 1901年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叫大日本爱国妇人会 主要工作呢 是在战时照顾受伤军人 和阵亡军人遗孀 以及呢募款充实军需 在和平时期呢 爱妇会呢 主要从事社会慈善工作 比如跟红十字会 合办巡回诊疗等等等等 这也是日本最早有女性参与战争的组织 本来这爱妇会啊 还算正常 但是呢 到了1930年 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迅速抬头 爱妇会和日本女性也不可避免的被这样的宣传所荼毒 1931年底 日本军官井上轻衣中贵 要往中国征战 此时呢 他正新婚不久 看着家里的娇妻 那玩意儿 新婚 这个燕尔啊 正是这个 秘里调游 你情我农的时候 再想想残酷的战场 难免呢 有点沮丧的情绪 他的妻子 井上千太子 察觉到这一切之后 为了让丈夫在战场上不想自己 一心一意为天皇和日本效忠 选择了自杀 消息传出 全日本都轰动了 天皇预批千代子为昭和烈女 而全日本呢 掀起了向井上千代子学习的热潮 当事人这个井上轻衣更是大受刺激 在日后中国的作战残忍 犯下了很多这个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都跟这个井上千代子自杀 有这个直接的联系 而井上轻衣和这个井上千代子的梅人 安田夫人知道这件事之后 不但不觉得千代子可怜 反而到处宣讲千代子的事迹 并且成立了一个女性组织 叫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借助狂热的战争气氛发展壮大 几年之后就可以跟爱国妇人会平起平坐了 往后几年呢 日本相继进行侵华战争和太平战争 爱国妇人会和国防妇人会 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支援战争 比如呢 咱们看那个纪录片里 日本军队出征前民众送行 女人呢 为军人们祈福 会用一种名叫千人针的护身符 其实呢 就是一个腰带 然后呢 找一千名虎年出身的女子 每个人呢 往上逢一针 传说中 这东西可以让皇军士兵 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而这个爱妇会和国妇会 非常积极的张罗女性 去缝这个千人针 甚至跑到学校里 强行要求老师 组织女童缝针 就这样呢 女性欢送士兵 赠送千人针 成了当时 威为壮观的一景 再到后来 光靠千人针 是不能保证皇军武运长久了 所以日本的娘们们就纷纷组织了起来 一开始呢 是捐钱捐物 捐飞机捐坦克 捐了两辆坦克 爱国号 报国号 后来呢 直接去工厂矿山船物做工 偷袭珍珠港子中呢 日本飞机侧面 写着全日本女学生号 这就是出自日本女性的捐献 到了1945年 日本兵工厂类基本上都是女性在工作了 你想这个德国都不用女性工作 而大量的日本妇女去工作 这些女性的爱国热情 当然这个爱国是打引号的 是无可指摘 但是技术实在是不熟练 光靠热情根本就不管用 所以很多日本老兵回忆啊 战争末期生产的武器 从步枪到战斗机 质量下降严重 当然了 靠这些武器呢 也不能挽救日益恶化的战局 于是呢 日本陆海军呢 铤而走险 就想到了特工作战 也就让飞行员开着飞机 对美国军舰呢 进行自杀袭击 爱父会和国父会 就迅速组织了起来 组织女学生在机场 欢送特工队员出征 这时候呢 有的女性呢 想到了自杀 想用当年井上千代子一样的办法 去激励特工队员 可是这一切没有什么卵用 美国人还是打到了冲绳岛 在冲绳岛上 两个女子中学的教师和学生 被组织起来支援权限 共计240人 其中绝大多数呢 也就是十几岁的女学生 这两个中学校刊呢 分别是百百合 不是那个给老公戴绿帽子 那个啊 和乙鸡啊 所以呢 这两支女子支援部队 在这个历史上呢 也被称为击百合队 当然了 在残酷的战场上指望这些弱女子 去找美国老拼命 显然不可能 所以他们被指派呢 在战地医院照顾伤病员 比起在战场上送命啊 这个工作看上去比较轻松 但是呢 战地医院啊 非常简陋 就是比较大的山洞 电肯定没有 水也缺 而那些伤员动不动就缺胳膊断腿 血肉模糊 有的重伤员实在没救了 还得让别人呢 给他来个痛快的最后一击 死了的伤员还得埋 凡此种种 别说女人了 就是很有精神的招和男儿 干上几天 也得精神崩溃 到后来日军阵地 被美军一步步压缩 前线的作战人员死伤惨重 哪哪都缺人 所以击百合队员还得冒着危险 走出山洞 传递情报 美国人不管他们是女的 看到日本人就直接炮弹机枪招呼 这下击百合队员是死伤惨重 到了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 深受军国主义洗脑的一些个击百合队员 看着美国大兵离自个儿越来越近 秉持着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帮女学生呢 索性抱在一起 拉响手着弹 集体自杀 战后一统的击百合队 220名队员 死亡136人 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争最后阶段 被炮火射杀或者自杀的 冲绳陷落之后 日本面临本土决战的前途 国内的几个女性爱国主义团体 包括爱父会国父会 已经被合并起来 组成了国民义勇女子队 以便更有效的进行女性动员 报效皇国 这可就不是像击百合那样要照顾伤兵了 而是直接要上战场 为此呢 他们找军官 动员家家户户的妇女 参加竹枪格斗术的训练 而且呢 每一名女性都被反复灌输这样的信念 美国佬肯定会把你蹂躏的不像样子 每一个日本女性都要做好准备 至少要杀死一名美国兵之后再死 凡此种种吧 就在日本女性准备迎接本土决战的时候 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炸响 日本投降 这些个国民女子运勇队也就被解散了 日本女性投身战争的狂热 也就画了一个句号 就这样 这个从千人针到竹枪训练 从招和列女到击百和 日本的女人们一点一点被军国主义洗脑 也一步一步跟着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这当然是日本女性的悲剧 本质在于军国主义的洗脑无孔不入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一个人很难独善其身 当年的日本女性是这样 现在的俄罗斯战争寡妇们 又何尝不是这样 说到底 她们在长期极端思想的教育之下 为了满足某些混蛋和军国主义的野心去死 白白送了性命 只不过他们为了军国主义去死 反而成了宣传的好材料 的确助长了侵略的气焰 所以有句话叫做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话用到他们身上恰如其分 所谓原子弹下无冤魂是也 好了 关于战争期间日本女性的种种疯狂举动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